楼顶堆放着满满灯灯500亿现金 而这些钱是小帅刚刚诈骗富豪大喊的 小帅让富豪跪下唱征服 不然就把钱全都给撒了 富豪听后怂了 只能跪下开唱 小帅听完说他唱得不咋地 随即下令让队友把钱全撒下大楼 顷刻间漫天下取了钞票语 市民们看着落下来的钞票 那是可劲儿减 那是可劲儿造 我终于逮着个发财的机会 这下能过个肥十年了 很快各大媒体便报道了这一奇观 市长看到报道后立马就慌了 因为富豪背后的财阀 他惹不起 不久后财阀崔会长便约见了市长 市长见到崔会长 犹如那三孙子见着爷爷似的 连个屁他都不敢大声放 可见崔会长的势力以及实力 那都是不容小觑啊 接下来千市长要怎么做呢 我会尽力安排人把钱给找回来 不必了 钱就让市民捡回去过年吧 把大喊寄掉让他去坐牢 接下来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废掉征税科 市长听后表示 哎呀妈这这这有点不太好办呢 你知道我欠了多少税金吗 八千亿 你要做的就是听话 下次选举 你还是市长 市长不请愿 那也得照办 因为他能当上市长 靠嘴就是崔会长 随后崔会长被司机送回了豪宅 但是这个老狐狸 好像意识到有人在监视他 没错 监视他的人正是小帅 那么接下来 小帅和马东西 肯定是要盘一些这个老瘪狗的了 然而市长很快便找到了老马谈话 小马啊 崔会长你就别盘了 到此为止吧 回到之前的工作 看看上司的眼色 过平凡的生活不好吗 那交税不应该是公平的吗 不管是谁 只要欠税 我的工作就得继续 说完老马便起身走了 等回到征税科 局长已经被撤职 局长临走时告诉老马 征税科很快就会被废掉 你得尽快把崔会长给弄趴下 这样咱们的征税科才能存活下来啊 老马看着自己工作的征税科 随即找到了小帅 老马称 要在一周内骗崔会长八千亿 小帅一听 一周内骗八千亿 有点难度啊马哥 不过 有难度才有气嘛 但俩人不知道这次 他们要玩翻车了 看看这俩人是咋骗人钱的 马东西先是伪装成企业高管 找到崔会长的儿子签署合作协议 小帅则是假扮成崔会长的儿子 在机场提前把高管给拦下来 随后俩人各自半眼一角 给对方谈合作 这时老马向会长儿子提出所要提成 会长儿子不想失去这个大单 自然不会拒绝老马的要求 等到签署合同的当天 小帅称 合同要先让法务部确认一下 然后把合同交给了老马 老马低落着合同 让崔会长的儿子签字 等签完字 老马再把合同交给小帅 就这样事儿 两边唱起了双簧 就把合同给签了 因为双方签署的合同那是真合同 会长的儿子 自然他不会怀疑 随后他便把提成打到了老马的私人账户 然而老马这边刚收到道账信息 市长就把他叫去了办公室 好玩吗 老马一脸懵逼 啥意思啊你啊 你觉得崔会长的儿子跟他长得像吗 崔会长根本就没有子女 人是为了抓你们才设的这个局 老马一听才意识到 难怪当初局长 要我尽快把崔会长弄趴下 原来这都是他们提前设好的套啊 这时 老马想要赶紧去通知小帅 别去了 已经晚了 果然 另一边的小帅刚出家门 就看到两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意识到不对劲 小帅撒牙子去往楼梯口跑 但楼下早已经埋伏好了大量的佛波勒 最终小帅寡不提众 被佛波勒一炮的拿下 这时市长提出 让老马出庭指正小帅 只有这样你才能活下来 听话 想想你的媳妇 别让家里人难过了 省点心吧啊 老马听后犹豫了 随后他来到警局 小帅看老马好端端的没事 以为是老马出卖了自己 上去怼了老马一个电炮子 佛波勒赶紧把两个人拉开 不久后 小帅到了审判的日子 老马则坐在指正席指认了小帅 最终小帅被判了十年老范儿 在被压下去的时候 小帅拿那个眼督不得死死地盯着老马 其实吧 俩人是唇格子演戏给崔会长看呐 当时两个人在警局扭打的时候 小帅说 马哥 出卖我 只有你活下来才能找到崔会长的钱藏在哪儿 于是老马给外面收集崔会长的线索 而监狱里的小帅也没闲着 他哥里面结识了一位顶级的财阀 老金 他是韩国顶级的财阀老金 今天是他出狱的日子 老饭吃完了 出狱当天几十名保镖 板板增增 速死了豪车 为他接风 从这派头就能看出来 那实力是相当不容小觑呀 老金出狱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狱中的小帅给唠出来了 因为小帅在狱中曾经救过他两次 因此老金帮小帅交了一定亚的保释金 当小帅卖出监狱的大门 他的诈骗小队已经早早的来迎接他了 接下来小帅打算设个骗局 骗取崔会长欠下的八千亿税金 但此时崔会长却在给市长施压 市长 麻石洞拆遷一事 接下来我可要进行强行拆除了 市长表示 这需要时间呢 得慢慢来才行啊 我不是在跟你协商 而是在通知你 此时市长感受到了令他窒息的压迫感 但市长也没有办法 谁让自己这个市长 是靠人家崔会长上位的呢 所以小帅想拿下崔会长的八千亿 就必须得先拿捏一下市长 这就需要借助财阀老金的势力了 于是马东西向老金讲述了他们的计划 在得到老金的同意之后 第一步 老金以个人名义向势力捐赠了五百个亿 其目的是为了引起市长的注意 果然市长在看到报道之后 很快便约见了老金出来吃饭 饭桌上老金表现得相当霸气 称自己的生意整个浪都给中东的干私油呢 对国内的生意不感兴趣 言外之意就是我压根不会胁迫你做任何事 如果市长看得起我金毛人 在接下来的市长选举中 我会无条件支持你当市长 Y-Ray明显了 这是要让市长在他和崔会长之间做个选择 市长听后当然不会立马表态 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但市长心里已经有了想踹掉崔会长的想法 第二步就是借进崔会长身边的财务 但小帅和队友都已经露过面了 所以这次小帅请了个帮手 谁知这个帮手就是他们当初骗过的大山 老马一瞅 这子定不行啊 我可不信任这个面上扁毒的 哎呀 其实大山也不是什么太坏的人 对大哥 我还混口饭吃吗 我老板大喊都被崔会长送进监狱了 我还跟他干什么劲呢 再说了我都轮轮成这个德行了 给个面吧 最终老马还是接受了大山 随后大山开始接近崔会长的财务老乔 老乔一瞅 哎呦山子 你这几年没见 小日子过得也太哇塞了吧 小帅这么说的目的 就是要大山哪嘎的哪嘎的 都散发出金钱的味道 好让老乔进入他们设下的套啊 嘿嘿嘿嘿嘿嘿